你在练什么呢 我在练上胸 我的上胸比较薄 网上都不都这么教的吗 网上都这么教的 就是拿雅铃这么斜的 往往那夹 对 沿着这个机枪围的走向 好好好 行行别练 这玩意是练不到上胸的 咱们来讲一下 是不是见过很多人啊 教拿雅铃练上胸这么练 然后让雅铃做一个倾斜的轨迹 就是沿着我们上胸的倾斜方向 把倾斜的走向轨迹 那大家想一下 这样真的能练到上胸化吗 虽然确实我们上胸的 轻轻微方向会倾斜的 那你拿雅铃连着机圈方向 就能有效的练到上胸化 这是不对的啊 因为雅铃啊 大家记住啊 雅铃是最有重量 它的阻力方向是输入朝下的 虽然说你主动做出了 这样的一个内收的轨迹 但是其实它在水平方向上 非常有任何的一个阻力 所以说这样的话 其实还是已经在练我们 散热机前做的啊 大家不要傻傻的 再拿站姿拿雅铃的这个 上鞋的这个内收训练 我们就上去了 那如果确实想用雅铃啊 去针对我们的上胸进行一个训练 然后也不能做上鞋 握推鞋动作 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改变不了阻力的方向 就像平板和上鞋一样 我们只能改变身体 相对于阻力的一个方向 我们只要改变身体的角度 而不是雅铃 雅铃它的阻力方向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说的话怎么做 非常简单啊 非常简单 让身体测轻一下 然后 现在的话 我身体测轻之后 我上鞋的整天的方向 就和鼓励方向 就稳合了 那这个时候 你做这个动作 才能够有效的练到上胸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来你都不要在战予力部 都没有在战争力部 都没有在战争力部 感谢观看